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 介绍系统落实一篮子增量政策 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 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有关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珊杰表示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果断出手 在有效落实存量政策的同时 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 扩大国内有效需求 加大筑企帮扶力度 推动房地产市场指跌回稳 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 加力推出一篮子增量政策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8日A股大幅高开 其中上证指数一度涨超10% 之后有所回落 最终上证指数收涨4.59% 报3489.78点 深圳城只收涨9.17% 创业版只收涨17.25% 当天乌生两市成交额 34,519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 路透社称 北股8日延续了强劲的涨势 但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可能存在一些获利回土的现象 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吴卓英表示 市场情绪并没有太大不同 实际上是 一个市场关闭了很多天 而另一个市场在持续交易 一名中营国际的策略师说 由于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得到遏制 市场可能仍将保持乐观并走高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 一名经济学家对比比锡称 从8日的发布会看 中方支持增长的政策立场没有改变 中国政策转向 引发难以置信的股市反弹 美国纽约时报8日称 中国的散户投资者涌向在线交易平台 这股情绪也蔓延至海外投资者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援引彭博社报道的数据称 境外投资者看好中国市场 比中国股票相关的ETF大规模吸睛 截至4日当中 流露美国上市的新兴市场 及特定国家ETF的总金额达59.6亿美元 创下了与一年来的最高纪录 其中投资中国股票的5个主要ETF 吸金约49亿美元 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路透社称 一家巴黎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 在美国市场交易的20多个 专注于中国股票的ETF 在一周之内实现两位数的回报率 表现优于其他3000多个ETF 德国经济周刊8日说 中国德国商会华东及华中地区 执行董事马明博评论称 中方9月底宣布的计划 似乎具有很好的协调性 针对房地产行业推出的措施 有可能在中期刺激消费 德国企业普遍欢迎经济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